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左荣协真馆 之前曾经为各位介绍过 日本时代的台湾型男 大获女性观众的好评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谈谈 日本时代昭和时期的台湾型男 看看他们的穿着打扮 以及他们的时尚 1936年12月 世界上发生一则令人难以自信的国际新闻 英国国王爱德华巴士 为了迎娶美娇娘 居然发布了退位宣言 最后成为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温莎公爵 这位曾经在1922年访问日本的温莎公爵 不仅与前一年访问英国的育人皇太子 有着深厚的交情 同时也是当时欧洲公认的男性时尚代表 例如我们今天常见的双排扣西服 原本只是休闲服装 南登大雅之堂 但是让温莎公爵加持之后 才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想法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间 台湾男性的时尚 首先是陈启峰兄弟 1930年在高雄拥有制堂物产 土地开发等等庞大资产的实业家 陈中和先生过世 当时不像现在 有法律明定遗产的分配方式 因此许多家族都曾经因为争夺遗产而对付公堂 陈家是高雄的首富 必须做社会的榜样 因此当时的高雄州知事平山泰 在数次邀请与陈家有交情的徐炳先生 他南下去做协调 最后得以圆满解决 在陈中和墓园前面 留下这一张徐炳与陈家兄弟的合照 影像中是陈中和的四公子 生于1892年的陈启峰先生 他的居家生活照 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的发型与胡须 那是1930年代最流行的 英国绅士造型 头发呈现自然的波浪般的发型 被称为Chester 切斯特发型 另外 这张陈启峰的西装罩 重点是在他的眼镜 连眼镜也是1930年代 最流行的款式 在协调陈中和先生的遗产分配时 徐炳提出的分配方案 与陈启峰 以及五公子陈启川的想法略有出入 正在大家陷入僵局的时候 生于1903年的六公子 陈启峰跳出来说 我愿意把我的部分财产拿出来 分配给这两位兄长 这样大家终于达成了共识 我想像陈启峰先生这样 能够以退让来完成大我的胸怀 就算是在现今社会里面 还是少见让人敬佩的 更何况当时他才27岁 陈启峰在1943年还委托了影像中 画家陈启峰的女婿普天生先生 完成他父亲的塑像作为纪念 接下来是陈钦坡兄弟 生于1905年的陈钦坡 是景济茶行 台北茶商工会 工会长陈天来的三公子 在影像中 他身穿着陈礼服 克斯米尔条纹长裤 是白天非常正式的穿着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 他的上衣背心 还加上了粗衙士边非常的讲究 陈启峰先生主要是负责当时 谨记对于日本国内 中国满洲的茶叶输出事业 当谢介石以满洲帝国皇帝 全权特使身份回到台湾的时候 还曾经住在陈钦坡家里面 可见他们交情的深厚 此外陈钦坡先生 他也跨足了煤矿的开采 金融事业 并且履行我们常常说的士生的义务 担任大道成青年团的团长 对于公众事务非常积极的参与 影像当中 他身穿祭典服装 头戴着夏天 深受当时绅士们所喜爱的Bolton 平顶草帽 合羊混搭 非常有形 陈钦坡是陈天来先生的士公子 生于1910年 与他的兄长们志向不同 陈钦坡志在艺术创作 完成工学校的基础教育之后 就前往日本的美术学校就读 18岁时在转往巴黎继续深造 1931年 陈钦坡学成归国 1934年参与由基隆岩家所大力赞助 台湾与日本新锐艺术家们 共同创办的台阳美术协会 为台湾的艺术做出奉献 我们从陈钦坡 与夫人田中不二子的结婚照当中可以发现 除了出现兄长陈钦坡 与明治神宫公司 因私幸福公爵之外 新郎的陈礼服在搭配上面十分的完整 他在当天舍弃了领带改用领巾 此外我们的服装顾问 Stering and Company的支配人商先生 特别提醒我们 陈钦坡的胸花位置非常正确 就是要别在衣领的花眼上面 台湾很多人别胸花的位置都是错误的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1941年 陈钦坡夫妇招待日本友人在北投成天来别墅的影像 右方第二位是当时的超级影视红星李湘兰 而陈钦坡手上的手杖 是当时大政召和前期的绅士们随身必备的道具哦 接下来要介绍一下两位李春生长老的真孙 李超然与李卫然堂兄弟 两人都是同样在1910年出生 李超然先生在淡江中学毕业之后 先到上海继续学业 之后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以及比利时白尔工业大学专攻化学 我们可以看到李超然在1930年 在德国所拍摄的影像 与同行的德国绅士淑女们 他们的时尚相比完全不逊色 毫无违和感 那时的男士们都喜欢戴着 菲多拉尼帽 说到这个帽子 虽然19世纪末期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也是因为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温莎公爵 他在1920年代戴在头上之后 受到广大的男士们的欢迎 从此历久不衰 1932年李超然回到台湾之后 进入总督府警务局与中央研究所工作 进行戒断鸦片的相关研究 充满了青春气息 李慧然学成归国之后 就投身于公众服务社会公益 先是担任壮丁团的副团长 之后他担任日新第二区的区长 我们可以从1940前后 李慧然先生全家福的影像中发现 他虽然已经儿女成群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身上 看到那个时候的流行时尚 胸前扭扣的位置稍微偏高 较宽的西服领片 扎实结构的布料 以及亮眼的领带口袋巾的搭配 真是风采依旧 展现出男性的阴婷特质 最后我们要介绍1907年出生的 基隆岩家的颜德修先生 颜德修先生 他是颜云年先生的三公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难得一见的基隆岩家 肉圆的全景 现在这个景象已经完全消失了 因为在战后遭到了侵战 基隆岩家以矿业致富 但是在社会工艺上 同样是展现出 世生的义务的情操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台阳美术协会 都是以颜佳的 台阳矿业商号名称来冠名 我们在影像当中可以看到 京都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毕业的 颜德修 他的尖端时尚 他身上穿的不是一般的西服 这是流行于1930年代后期的 奥斯特特外套 而他头上戴的 更是流行于1920年代 到50年代之间的 而在另一张颜德修先生的影像当中 双排扣西服搭配 私质的领结非常时髦 我们台湾呢 习惯称这种领结为 我猜呢 这应该是从日文的 这个字眼来的 颜德修似乎是 双排扣西服的拥护者 在这张与庆英大学 法学部毕业的 堂兄弟 颜昌海的合照当中 两人都是以双排扣西服现身 而颜德修驾驶1929年 福特Model A Roster的这张帅照 同样也是双排扣西服 颜德修后来成为 许炳先生的女婿 他的夫人是毕业于 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的许碧霞 1939年所拍摄的这张 材质佳人影像当中 颜德修依然穿着 双排扣的外套 说他是双排扣西服的 最佳代言人 应该是当之无愧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事物 并且能够不断坚持持续下去 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最后我想引用一位观众的一段留言 来作为结尾 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 不是富裕阶级专属的 上进的精神 才是促使阶级流动的运动力 如果您也喜欢 每隔周三晚上八点 定期更新的佐容协生馆 但是觉得意犹未尽 那就请您参考 影片下方资讯栏当中的商店连结 选购我的亲笔签名著作 这仅限于YT观众独享哦 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ではまたね 谢谢观众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